总统马英九今天也特地前往台中参加洪仲秋的告别式 不过他还没有走进会场就被沿途的部分民众包围抗议 而家属也再次向马总统当面澄情 希望能够针对事情的真相赶快厘清 而马总统先前说出了管定了这句话 家属特别强调希望是均无戏言 而马总统也向家属承诺没有真相不会了结 延续前一晚的悲愤情绪 民众对马总统大声呛瞎 洪仲秋四号举行告别式 马英九总统在前后任国防部长陪同下到场参加 短短的路程在不满民众的包围下走了将近十分钟 终于走进会场 马总统面色凝重 上香致意 随后赶往探视洪家长辈 第二次来到洪家 洪爸爸当面递交了澄情书 希望马总统对说过的话均无戏言 希望你真的能够像上次我所讲的均无戏言 不要到最后变成说均无戏言 到最后变成每一句都是法 只是在营群门口说态度被查到 带手机态度不佳 马总统与洪家人谈了超过半小时 不时拿出纸笔做记录 一旁的新任国防部长杨念祖 也频频低头做笔记 面对四面八方的质疑声浪 马总统承诺没有真相就不会真结 所有在起诉书上所提到的事情 到了法院都会接受检验 将来如果修法成功的话 案子移转到普通法院 还是可以再继续相关的调查 所以没有真相 这个事情是不会了结的 总统再度提出保证 但是对红仲秋事件所引发的民怨 已经越来越大 甚至有二十五万的民众自发性上劫声援 这股功名力量也成为红家人 最有力的后盾 有点TV综合报道